大家吃好喝好 谢谢了啊 平安 说实实辣实款 一起来个给米饭 好久不见 你终于回来了 给米饭 好 来一个 伯母好 伯母好 你好 好久不见 十分想念啊 你说你们两个人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头 他刚说要飞去见你 你人就回来了 这回是不是要待很久啊 是 我会找个稳定的工作 好好待下来 好 我们大家很希望 能跟你一起工作 可是我要说你两句 你是姚浩千的儿子 这天上掉下 这么大一块馅饼 你看都不看 转身给我走人了 你说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你要真让平安 去见总经理 那他心里不就有疙瘩了吗 再说了 总经理对平安啊 有偏见 有矛盾的 虽然是有矛盾 但是你毕竟是 姚浩千的亲儿子 这个餐厅你也有份 你有权去跟他竞争 总经理的职位 人长得帅 而且还很慷慨 我们大家都很愿意 在你手下工作 伯母给你夹菜呢 你们几个在家干什么 这工作时间 还不回厨房卷 放了薪水 不是让你们混日子的 快去 还有你啊 穿的什么 身份时机 为什么不需要工作服啊 什么人呢 都是 你们两个就这样 跑到我的餐厅来 你们是想来宣誓主权 还是来勒索 这里不欢迎你们 请你们马上离开 妈 不用走 平安 我 我们在这里用餐 就是餐厅的贵宾 有听过餐厅老板 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上完的客人的吗 这消息一旦传出去 你们餐厅拒绝客人用餐 再加上你们这张 现实势力的嘴脸 请问贵餐厅 还要做生意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打什么主意啊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这餐厅 就是不怀疑你们 这对无赖的母子 餐厅总经理 公然辱骂客人 我看接下来 就要动手打人喽 没关系 我等着餐厅的客人 把你们的恶行恶状 拨上网 让大家来拼拼 放下放下 别拼 放下 对 我也不怕了 我们不走了 我不知道你们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休想从我这里 夺走任何东西 谁欣赏你的东西啊 你的东西都 都是黑心的 马三 别给他们一般见识 这笔账 迟早给你们算 走吧 好 平安 你今天好棒哦 都没有被他们欺负 人总要学会面对难题嘛 妈 我们赶快把东西吃完 就走好了 好 平安 你多吃一点 舅舅 舅舅别化了 你看谁来了 王勇王勇 我们回来了 菲菲 真的是你 王叔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还以为你会来个热情拥抱呢 平安 我 我也 我也想 我 我 我 都能找到真心喜欢的人 你也有权利 追求自己的幸福 是啊 菲菲仪 幸福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千万不能让他溜走了 我 我也不知道 可能 我一辈子 就只能爱一个人吧 佩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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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舅舅 别灰心 加油 加油 你 你们 你们回去吧 quest 好 好 下 舅舅 别灰心 在非非仪的心里 卫廉就只是个影子 这个影子啊 迟早会消失的 你 我一直跟这个影子在赛跑 所以这个影子 跟飞飞二十几遍了 现在又出现在她面前 我相信飞飞 对你是有感情的 只不过 她现在自己都无法分辨清楚 舅舅 你千万不能灰心 要 加油 万有 好 伯母 您这是去哪儿啊 我是去你们家呀 去看雨桥 顺便看看 你们有没有把她照顾好啊 你们家雨桥吃得好 睡得好 现在胃口饥家 见不如飞的 你放心 若鱼啊 这机场还是热的 赶紧拿回家去 给雨桥留着 去吧 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其实我是来找你的 你 你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我现在没时间我要回去 咱们俩得多聊聊 这样才能加深彼此的了解 我就是一粗人 有什么可了解的 可是我就觉得你好 你就不能考虑考虑我 你 我 我了解你的心意 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坏人 不过我劝你 别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我不想伤害你 王勇 你能体谅我的心情 为我着想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我不会放弃你的 你 你 平安 如果你再不回来啊 我就要费新加坡找你了 之前没做多久又离开了 我这趟回来 一定要帮你擦两招牌 不做出好成绩 绝不亲眼离开 好的 平安 来来来 你看啊 这些都是连锁店的位置 有些已经开业了 可是业绩呢 老是上不去 刚开始营运 除了服务品质之外 一定要找出适合当地人的口味 建立口碑 留住客人 我说没有你不行了 这厨房的事情 一定要由你才行啊 我计划一下 替你一家一家去巡视 除了开发新菜色 也要找出问题 太好了 有你跟我一起去巡视 我就放心了 谢谢你啊 这连锁店的业务呢 靠你多帮忙了 老板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对我有恩 我还要谢谢你 给我机会回报呢 不要这么说 平安娜 你找到房子住了吗 这样 我这里正好有套房子 如果你和你的母亲不嫌弃的话呢 就搬过来住吧 谢谢老板 房租我会照付的 平安娜 你就不要计较这么多了 我呢 也是为餐厅呢 留住人才 只要我们两个好好合作 一定能开出一个新的局面 来 合作愉快 两碗牛肉面 七号桌的大赌面 慢用啊 二号桌 满单 你等一下 妈 你过来一下 过来一下 怎么了 这个叫齐先生 我来 我来 二十五加上十五 这不四十块吗 不好意思啊 四十块 让你久等了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叫齐先生 这家面好吃 我们愿意等 谢谢 谢谢 这儿十块钱 十块钱 走好啊 下次再来啊 好啊 这点账你都算不清楚 能干什么呀 不怪我 他写得不清楚 執行长 同事们都说 这家酸菜牛肉面 好吃得不得了 配方独特 我想 咱们做一季美食篮目 第一季就报到这家 打上第一炮 这么好吃 那应该进去试一试 走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吃什么 姚伯伯 你怎么在这儿 姚大老板 虽然我们这儿的生意不错 可是我们也不是来者不惧的 像你这样的客人 我们不欢迎 老板娘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怎么说话了我 你问你们老板呢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这儿的牛肉面跟饺子 那都是用真心诚意熬出来 热腾腾的 像你们这些冷血无情的人 是没有资格吃的 妈 咱们这个酸菜啊 你怎么不愿意 行了 行了 我们不欢迎你 不知道从哪儿吃 这一经推出 没想到大受欢迎啊 都会混合均 飞 国外 比你多 喜欢buch 咱们那 من 尝尿 肺钰 啊 passengers 饿了 世拥有 embar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儿所有的人 都不想看到你 妈 别这么说 他是雨桥亲家 亲家怎么了 人家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嘛 你别管 你进去招待客人去 快去快去 去啊 姚先生 你请回吧 我们这地方小客人又多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生意好不好 就是 拜托你了 那好 我们是想做一个新栏目 为你们这家白香面馆 好好做做宣传呢 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你们什么报道 我们生意照样红火 少来这套 我说你放过这母子俩好不好 你已经狠心地抛弃了他们 又回头示好 这算什么呀 这 他们怎么都这样呢 怎么了 说到这样了 还像个木头似的处在那儿 我知道你回来就好了 走 走吧 走啊 看什么看 飞飞啊 飞飞 你肚子饿了吧 平安教我们做的那个招牌面呢 可好吃了 我进去煮一碗给你吃啊 走走走走 走吧 快去吧 莫勇啊 别愣着 去盖活啊 好 好 这就是没有办法 summarize 别吵了 辩认人 但是她知道你 是不许可了 biciclet 更好 这么多奇practice 难怪呀 但是过去的毕竟是过去的 现在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 看你吃的那么好吃 我给你换一下好不好 我的棒棒糖很好吃的 换一下嘛 我不要 你干嘛挠我 好好吃啊 棒棒糖也很好吃啊 你看你吃得像小孩子一样 来 我帮你擦 你还说我呢 你看看 你吃的满嘴都是 我给你擦擦 来 我喂你 好吃 给我吃一个 你 email我 还挺好看的啊 是啊 算我便宜点吧 先生 这已经很便宜了 我跟你说 这个是今天用来 用来定生死的 真的 我今天要向我女朋友求婚 如果她答应了 我就会像 像 见你天堂宴快乐 如果她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会很痛苦 你说这个 是不是定我生死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至少要一颗拉以上的 送这只吧 她肯定会开心 这 这个够诚意 这当然也不错了 这个 你看 这个戒指越小啊 就越能证明 这个女人不爱戒指 她是爱我 钻石颗拉术越大 成功率越高啊 是 但是我女朋友 她不喜欢这样 她不喜欢 我 来 你拉我来这儿干吗 这是女装啊 当然是来买衣服了啊 来 你站好啊 我帮你挑衣服啊 这个适不适合你 太暴露了 不适合你 这毛太多了 也不适合你 为什么帮我挑衣服啊 我还正有点不习惯啊 不然我该怎么对你啊 我知道了 好像上次那样把你丢到水里 然后再把你捞起来 英雄救美的戏码 比较适合我 你会 你这次回来怎么变坏了 我知道你是好意 可是不用这样对我 我又不是那种喜欢物质的女孩 花这些钱多浪费啊 没关系的 难得的 一次而已 我帮你挑衣服 李若鱼 你不愧是我的好姐妹啊 真让我刮目相看 你竟然真的跟平安在一起 雨晨 我 若鱼 我们的事 没必要跟她解释 平安 你不是回去了吗 为什么还要再回来 你跟谁在一起不好 你竟然跟她在一起 雨晨 平安回来有她发展的空间 你不能这么小气 你给我闭嘴 你才给我闭嘴 没错 我就是故意回来 要让你们坐立难安的 你别想破坏我的婚姻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怎么可以说得这么斩钉截铁 我正打算去找姚浩千 要求再上一次 你主持的寻亲栏目 现身说法 当场和执行长父子相认 我保证转人热泪 顺便再聊一些 和你这位著名女主持人的 八卦提高收视率 你马上就可以红得发紫 怎么样 你是个疯子 对 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你还不快走 平安 你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我不会主动找他们的麻烦 但他们也别想 轻易地就可以数落我们 陈诚 你这是怎么了 夏平安他回来了 什么 这小子他还敢回来呀 我今天看见 他跟若鱼在一起 两个人在我面前打轻骂俏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一定是佩云的阴谋和诡计 她现在知道 夏平安的身份不一样了 就让若云去勾搭她 然后联手若云 去掠夺姚家的财产 那可不行 雨晨 我们得想想办法 若云她 我这么大胆 你想想 当初若云对那林伟凡 还念念不忘 现在一直到 夏平安的身份不同了 就立马转移方向 去勾搭夏平安 这不摆明了吗 再接下来 佩云母女 就会通过夏平安搭上姚家 想过上那三辈子 不愁吃穿的日子 妈 妈 我好害怕 我怀过平安的孩子 她现在回来了 我怕 我怕被别人知道这个秘密 妈 我该怎么办呢 雨晨 你现在趁着紫阳 对你死心塌地 百依百顺的时候 想办法把他们家的财产 都过户到你的名下 这样 你就不用担心 那个阴魂不散的夏平安了 来 汪语 到底有什么事啊 菲菲 我有件事 希望你帮忙 我很笨的 我帮不了你的忙 对不起啊 来 那样的事 来 我讲 你站好 你干什么呀 菲菲 我求你 嫁给我 好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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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不行 我不能嫁给你 不能 菲菲 在这个世上 我没有你不行 我求你嫁给我好吗 汪勇 你 菲菲 威廉 菲菲 你来干什么 菲菲 你要嫁给她吗 我 菲菲 菲菲 不行 你不能嫁给她 你心里面清楚 你并不爱她 你要嫁给她 对你不公平 对她也不公平 你胡说什么 你是个没心没肺的男人 不仅女人唾弃 就包括有良心的男人 都恨不得把你 打入十八层地狱 那你呢 你拿什么养活她 我 你能给她幸福吗 有钱有什么了解 没错你是有钱 我你 你幸福吗 你快乐吗 欺不嫌子不孝的 你一无所有 穷了只剩钱了 我劝你啊 还是回家赎钱去问你 菲菲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一家人了 你也不要再来打搅我 我 我 我要重新 重新过日子 菲菲 你不要我了 你不爱我了 对 你不好 我不爱你了 我爱你 我很辛苦的 我决定 我决定 决定和望远结婚 我决定 我决定 这个还给你 你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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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菲菲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你永远在我心里边 你 什么叫在你 你心里边的去 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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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胖了 需要运动 明早六点 公园见 谁 我 你 刀 谁 法 跑 十圈 调到五点半 想让我运动 我想罚你跑十圈 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 这也才五点四十五啊 我是比你早到那么一点呢 去 跑十圈 我不要 你甩赖皮不讲信用 你磨黑一个人就偷偷跑到这里来了 少啰嗦 再不跑 十圈变二十圈啊 跑就跑 守信用啊 认赌服输 夏平安 你等着 跑快点 一圈开始计时 跑快点 平时呢 多做一点运动 你都可以减肥了 跑快点 腿怎么那么短呢 我哪有腿盾啊 我腿很长 跳芭蕾的好不好 跳芭蕾 你跑步都跑不好 还跳芭蕾 开玩笑吧 跑快点 不要这个样子 第七圈了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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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 快点 快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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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动了 好嘞 加油啊 跑起来 跑起来啊 加油 快一点 快点 我好累啊 我真的跑不动了 我真的跑不动了 腿都软了 上来吧 最后两圈 我背你跑 真的啊 刚好我早上吃了三个馒头 来吧 好啊 谁怕谁啊 来 一 二 三 你怎么这么重啊 吃什么东西了 其实 还有两个荷包袋 我加一杯豆浆 仅此而已啦 你确定 好 出发了 你看看你多重啊 你看看 最后两圈 从此开始 撑啊 出发 坐好了 快一点 平安 跑快一点 再快一点嘛 还快一点 为着你跑这么快 已经不容易了 我要有飞的感觉 飞的感觉 我跟你说啊 有一回我打工的时候 老板要我背一头猪到厨房 要再来烤全猪 怎么我现在又背牛的感觉啊 讨厌 你就说我比猪还沉 好了 别打了 最后一圈 冲刺开始 抓紧了啊 走了啊 出发 冲刺了啊 飞了 飞了 加油 最后的冲刺 快点 快点 还有 还有 你们怎么来了 当然了 有喜事我们当然要来了 就是 哪能少了我们俩 就是 如鱼 跑着十圈的意义 是要告诉我们 不要忘记过去那段艰辛的日子 在这条路上 我们互相扶持鼓励着 你累了 就让我背着你跑 虽然辛苦 但只要互相扶持 我们终究可以抵达终点了 现在 这段辛苦的路跑完了 来 找到了 好的 想什么 不 平安 我真的很感动 但是 要我面对新的感情 我 我有点害怕 若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上一段感情 伤我上得太深了 我真的没有勇气 我们能一起走下去 我好害怕 好害怕这一切 很快就会消失 我们搞什么呀 其实我们就记住 记住这美好的回忆 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有 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是你说的 所有的不愉快都会过去 你怎么能因为这样 而拒绝我 想什么呢 就是啊若鱼 你跟平安的般配指数 简直是百分之百了 还犹豫什么呢 就是啊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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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平安 我看吧 那个 如果鱼可能还没准备好 那个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对 我们有事先走了 告辞了 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告辞 再见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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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平安 对不起 我 可能暂时没法给你答复 请你原谅我 若鱼 我愿意等 明天同样的时间 我们还愿意在这里见面 我等你的答案 如果等不到 我将会离开这里 因为老板 已经帮我买好明天的机票 要我跟他一块去 拓展连锁事务了 这是我亲手写的各种诗谱 本来想当做求婚礼物 现在虽然求婚被拒绝了 但礼物还是要送啊 送给你 谢谢你 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 我便宜了 这一个人 这么大的办公室 就你一个人呢 你太琴派了 他们还没有来上班 找我干嘛呀 新面馆开张 你又不来 大致研发的新口味 妈说你最近工作比较辛苦 让你补补身体 还是妈疼我 是啊 这大智做的不错呀 那当然 雨桥 上次跟你说的那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大智这样多辛苦啊 大智说 还是自己努力比较好 嫌我多事是不是 我再也不管你了 雨桥啊 平安跟若鱼在交往的事 你知道吗 知道 姐 你不会是在吃醋吧 谁吃醋啊 我只是在想 平安他这次回来干什么呀 他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干厨师了 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他们有任何消息 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姐 你又要干什么呀 你呢 毕竟怀过平安的孩子 而且若鱼呢 又是你最好的姐妹 你个死丫头 你说这些干什么 被别人听到了怎么办 哪有人哪 孩子都已经留掉了 你还怕什么呀 你好烦哪 一天到晚给我惹祸 你赶紧走 姐夫想见到你了 赶紧走 我这是为你好 你跟夏平安交往 你为了姐夫抛弃他 你闭嘴 出这打门 笔直往前走 有脸不惜再回来 听到没有 我是孕妇啊 你怎么推我的话 帮我推流产了算你的 还有啊 你吃面的钱 妈还没给我的 你欠我的 三十 你这辈子都不要再来了 就来 死丫头 你爸 你爸 怎么回事 你跟平安交往过 说清楚 听爸的口气 应该没听到 我怀过平安的孩子这件事 说话呀 之前我就见你跟平安 拉拉扯扯的 你说那是因为他欠你的钱 这些都是你编的吧 紫阳知道这件事情吗 这么说你骗了他 你骗了所有的人 爸 我求求你 你原谅我 我跟平安 是在新加坡念书的时候认识的 我一个人在外 平安照顾我 我们世交往过一阵子 那为什么不坦白说出来 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我跟平安的感情 并没有那么深 说出来 只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我怕紫阳生气 更害怕他受到伤害 真的只是这样 真的真的 爸 我求求你 你别告诉紫阳 他那么爱我 他一定会受不了的 当初我也是不想接受他的 是他的真心打动了我 执行者 求求你了 这件事情还有谁知道 除了我妹没有人知道了 你最好叫你妹妹的嘴巴 闭紧一点 我不希望这件事情揭开了你 谢谢爸 还有 我必须要警告你 紫阳和平安都是我的儿子 他们两个任何一个人 要是为这件事情受到了伤害 这个后果你担不起 老婆 想什么呢 看什么书啊 我看看 房地产投资指南 最近怎么看这种书啊 要开新节目啊 对啊 紫阳 你今天见到你爸了没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我爸 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怎么了 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啊 没有 我随便问问 老公啊 现在国外经济那么不景气 我们要不要多买一些不动产 当作是投资啊 好啊 发现我老婆越来越精明了 你说 看上哪了 除了日本和美国之外 我在新加坡也有一些关系 我有同学在那边做房地产 我想啊 我们也是时候该布局布局了 只是 我手上没什么现钱 钱不是问题 我相信你的眼光 钱嘛 我来解决 那你帮我在银行开个户头 用你或我的名字都可以的 当然用你的名字 你还怕我不信任你啊 我是你老婆 我所做的一切 肯定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着想 眼前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你就安心地交给我吧 那我也要学学这本书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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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